此前在3月7日至10日以及27日至29日 卡尔文森号与日本海自在东海已经进行了两轮训练 另外3月14日和15日日美韩三国宙斯顿舰 还开展了共享导弹探测和追踪程序训练 日美韩合作日益加强 日本的算盘在于如果美朝开战 朝鲜半岛爆发战争危机的时候 就给日本自卫队踏上朝鲜半岛提供了一个机会 借半岛危机把海外自卫队把这个自卫队呢 推向海外 让日本成为一个真正可以对海外行使军事行动的 这么一个所谓正常国家 针对美国可能对朝时事先发制人打击 共同事周三报道指 日本政府已向美国表示担忧称 如果对朝时事打击 那么日本可能与韩国一起成为朝鲜的目标 报道透露 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国内郑太郎 二月下旬访问美国时 已向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麦克马斯特表达看法称 美国向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话 日本的安全风险将上升 而日本经济新闻也透露 日本政府已要求美国在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时 事先与日本进行协商 美国对此表示接受 一旦美国对朝鲜实施打击的时候 朝鲜如果进行报复 是你打我 我打不到你 那我就打日本韩国 这就是为什么韩国和日本纷纷要求 美国你不能不通知就行动 你通知前你要行动前得通知我 这就是美日韩线的频繁磋伤的一个原因 日本外务省周二还向国民发出一份安全警告 要求前往韩国的国民注意安全 随时了解朝鲜进行核试验和弹道导弹发射的消息 因为周边国家发射导弹 而要求国民注意旅行安全 这在日本并不多见 日本他现阶段一方面 急急忙忙的跟这个美国施压 就是说希望美国能够在这种 军事的这种演练过程之中 给予日本更多的这种 等于说心理跟实质上的这种保护 相比之下 韩国方面对于美国的下一步动作 似乎更有把握 韩国外交部表示 韩美通过联合司令部随时进行沟通 并不担心美方事前不与韩方沟通而行事 韩国方部也表示 一切都在韩美同盟层面紧密合作进行 韩国不必向美方提出事先协商的要求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周二也表示 所谓半岛四月危机的说法毫无根据 他强调 美国曾明确表示 在没有得到韩方同意的情况下 不会采取任何新的政策或措施 韩国就在朝鲜对面 如果是朝鲜半岛爆发危机或者是战争的话 那么首当其冲受害的就是韩国 这是韩国要降掉门的一个原因 日本它是离着朝鲜半岛有一定距离的 而且日本就有可能借机 它是把自己的地位提高起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